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离旧城区大约三公里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 刘旺打来电话借钱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王阳知道 刘旺从农村来 除了汽车修理厂的同事 在县城里也没有其他朋友 所以业余时间会到棋盘室打打牌 这次输了钱就先帮他还上 但是对方并没有告诉他地址 而是说稍后会发一个卡号 让王阳将钱打到卡上 电话的名字一直讲说 你钱给我打过来 钱给我打过来 就没有讲任何个东西了 此时 王阳等待着卡号信息 心里觉得有点奇怪 刘旺从来没有一位赌博向人借过钱 于是就用另外一个手机号拨过去 电话立刻被接听了 接电话的就是刘旺 感觉很怕的感觉 有点那种也很激动 他就是说你钱给我打过来 就是叫我不要多问 这通电话让王阳更觉得诧异 平时他和刘旺都是用老家话来交流 从来不说普通话 可这一次刘旺却用普通话跟王阳打电话 他一直用普通话 普通话的时候我就与智能上 肯定是被人绑了还是干绑了 就是说有人威胁他了 同时刘旺还阻止王阳亲自送钱去给他 这让王阳警觉了 于是就给刘旺的女朋友小张打电话 王阳发现小张对于刘旺发生的事情并不知道 他感到很奇怪 小张和刘旺恋爱将近五年了 前一段时间刚买了婚房准备结婚 现在这么晚了刘旺为什么没有跟小张联系 他简单的跟小张说了情况 让小张联系刘旺 难道刘旺真的是打牌输钱了吗 小张要跟刘旺通话 但是就被对方拒绝了 突然挂断的电话 让小张感觉事情好像不是打牌输钱那么简单 可如果是绑架 怎么会才要一千多元 是为了求财还是另有目的 如果真的是打牌输钱 为什么不让王阳亲自送钱过去呢 来不及细想 此刻距离刘旺打来的第一个电话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王阳接到了卡号的信息 是刘旺的邮政储蓄卡 建欧市区共五家邮政储蓄银行 有自主区款期 新区两家 老城区有三家 王阳先是来到离家最近的那家银行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王阳正准备驱车前往老城区的 那三家邮政储蓄银行试一试 这时候他的电话又响了 王阳加快车速赶往老城区的邮政储蓄银行 这时小张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我在给你几分钟 几分钟我没收到钱 我就捅他几刀怎么样 然后反正我都杀过人了 我都不怕了 小张一听对方杀过人 吓得他赶紧打电话 催促王阳抓紧时间给对方挥钱 此时王阳赶到了老城区的邮政储蓄银行 电话中王阳听出对方不耐烦 不同意把他们的地址透露给王阳 系统维护不能挥钱 究竟遇到了仇家寻仇 还是被绑架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深夜来电 王阳再拨打刘望的电话 已经无人接听 对方说将刘望放在火车站 王阳介绍小张 又叫了三四个朋友 一起去火车站寻找 建欧火车站站前方圆两平方公里 几个人找了几遍 也没有寻找到刘望的踪影 此刻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刘望生死未卜 电话也再无人接听 110接了报警后 立刻赶往火车站 但是民警再次寻查火车站四周 也没有发现流亡 然后就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电话后来都是关机的 电话那头 从最初的无人接听到关机状态 此刻的流亡到底出了什么事 它是否安全 就在民警围着整个城区寻找流亡时 110接近台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报警的是一名男子 他声称自己被打劫了 接警员经过询问或得知 该男子正是大家寻找的流亡 此刻他正在新区中山西路 垃圾中转站附近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他们很惊讶 身上的衣服和裤子都脱了 就剩下一条内裤 打劫者截走了流亡700元现金 和三张银行卡 并且在截完之后 还将他关在了一个货车的工具箱里 但是打劫者为什么要脱流亡的衣服呢 一般抢劫案件是针对财务 抢完人家就跑了 又干嘛 为什么要把一个男子的一股脱光 光在箱子里面 当时就是怀疑是不是有点纠纷 经济纠纷 民警调取了当天晚上的监控视频 视频清楚记录下犯罪嫌疑人 尾随流亡的全过程 确定这是一起抢劫案件 2014年10月15日这天晚上 流亡和朋友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棋拍室打牌 到了第二天零点多钟时 感觉肚子有点饿 三人起身去吃宵夜 吃完就差不多一点 就从那边走回家 从汽车站那边走回家很近 从饭店回家 流亡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普通的大道 另一条是正在施工的楼盘开出的小路 大道比小路多出了50米 自从开了小路 附近的居民为了省事 常常是走小路 流亡也不例外 虽然当时有些晚 可是回家的路十分熟悉 为了省几分钟 流亡就一个人边玩手机 并沿着路边往家走 当时我有听到背后有人在跑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在意 毕竟我们一个大男人 不久就有人追上他 并且向他借手机 我说请你手机借我打一下 我说打哪里电话 我说你电话码报给我 我来帮你拨打接通的时候给他 后来报了两个电话 不是都关机了吗 对方就跟刘旺说自己打一个试试 看对方挺着急 刘旺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手机寄给了他 按正常道理来讲 他的手机一定要还给我 后来他自己转个身杀到口袋里 看到自己的电话被人拿走 刘旺追着要回自己的手机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要到手机 就被另外走上来的一个人按倒 他就讲兄弟有大牌输钱了 这样很困难 找我这里拿点钱用一下 对方声称身上有刀和枪 刘旺害怕两人伤害自己 就妥协了 身上就几百块钱 都拿去都可以 手机我都送给你 我都不要 我都不能生 生命安全的那种危险就可以了 两名男子搜遍刘旺全身 只找到了七百元现金和三张银行卡 他们让刘旺爆出银行卡密码 刘旺将密码爆出 对方去银行查询 发现卡里并没有钱 刚好是买房子的 我卡没有钱 图续卡生个八块多 他又想进一步 这种所要财物 他就要求那个有某 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第一个是打给我女朋友 他当时他应该是睡着了 电话没接到 于是刘旺将第二个电话 打给了自己的老板王阳 这才有了一开始 王阳街道的深夜来电 就在王阳交集的找银行 给对方打签时 刘旺已经被关进了货车工具箱 我就喊救命嘛 但是我喊了红楼都喊傻牙的 都是每两天的 深夜遭遇打劫 打劫者为何将他衣服脱光 装进货车工具箱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深夜来电影 就在早上五点多钟时 这辆货车的司机出车 听到动静后才将他救出 据刘旺回忆 这两名男子并不是本地人 暗花现场是在路面 这种痕迹物证提取上面 有很大的困难 被害人刘旺的家属 找不到他那个刘旺之后 才选择报警 这对于我们的侦查 是一种不利的 两名男子在将刘旺 关进货车工具箱后 一路向西消失在夜色中 当时两名男子都是穿着黑色短袖 胸前有一块白色的标志 有一名男子裤子是白色的 比较明显 因为服装比较特殊 行政大队派出一部分警力 去大街上拉网式搜索白裤子男子 另一组民警对实时监控 进行密切监视 到11点多 发现了行人的踪迹 被派出了抓捕组 他就在市政府后门 那个路段将行人抓获 白裤子男子名叫小虎 今年17岁 他和另一名嫌疑人王军 是在十天前认识的 两人同为兰州人 在他乡 老乡总是显得格外亲 没过两天 两人就开始称雄道地了 9月15日 两人从福州来到建欧见网友 见完网友之后 他们想离开建欧 但身上的钱不够买回福州的车票 就实施了这次奖劫 奖完后 两人就分开了 他也不知道王军现在在哪里 他们来建欧之后 有在宾馆住宿 我们通过住宿查询 发现另外一名男子的姓名身份 我们立即对这名男子进行依控 就在信息刚刚发布一个小时后 警方就接到了一个王八的电话 在那个王八将另外一名嫌疑人抓获 经过一天一夜的侦破 终于将两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而他自己身上也只贷了四百元 除了两人的车票和住宿费外 身上的钱所剩无几 两人出去在路上转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目标 正在这个时候 远处走来了要回家的刘望 他刚好过来后拿着手机 真的拿着手机 看着手机完了 转身过去看的时候 灵机比我小吧 应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那么抢劫完之后 为什么要将流亡的衣服脱掉呢 把衣服脱了不然他会爬 小虎纪念十七岁 父母开了一家饭店 收益不错 可是小学上班 因为厌学 他便辍学外出打工 辍学之后 他开始染上了恶习 一月混因为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才释放了一两个月 才就开始重新作案 而另一名嫌疑人王军 也只有二十一岁 王军的父母都是农民 家里比较贫困 辍学后 王军在一家拉面馆 学习拉面 手艺不错 去年结了婚 再过十多天 他就要当爸爸了 本想着攒些钱 回家自己开家拉面馆 好给即将出生的孩子 一个好的生活 谁知 因为这次抢劫被抓了起来 没能亲眼看到女儿出生 也没有陪伴在妻子身边 王军和小虎因犯绑架罪 抢劫罪 数罪并罚 王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 小虎因未成年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平安365提醒您 深夜独自一人回家 一定要注意周围的情况 不要一边走一边玩 尽量选择人多灯亮的道路 以免发生危险 如果接到家人和朋友 让会前的电话 应尽量了解清楚情况 并跟朋友确认 一旦发现言语有异常 一定第一时间报警 尽量与对方周旋 为民警解救和找到被害人 提供有利条件 2015年4月7日晚 新疆库尔勒市已废止回收站发生大火 新疆八州公安消防支队迅速前往救援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由于回收站堆积大量毅然物品 猛烈的大火快速地向四周蔓延 为防止火势继续扩大 消防队员立即使用三支水枪控制大火 与此同时 调集挖掘机 隔离火场周围的毅然物品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救援 大火被彻底扑灭 经调查 这次事故是由于回收站工人违反规定 在现场一流烟头 点燃周围毅然物导致的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日常生产生活中 相关工作人员要有安全防火意识 在废制回收站等毅然物堆积场所 更要严禁吸烟 避免发生类似事故 优优独播剧